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不上是姐了 依旧困扰着她 不多会儿 一个小侍女自畅春殿过来 在外对和风道 姐姐去畅春殿吧 四爷挨个传着问话呢 我来替姐姐 和风见清晨静静闭目歇着 出来敲声嘱咐道 一会儿郡主若醒了 小心伺候着 桌上药还没喝 怕凉了 却忽然听到清晨在里面叫道 何风 你进来 何风忙道 奴婢朝信郡主了 清晨淡淡一笑 我没有睡 你去畅春殿见四爷 请他回姚春阁来 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奴婢这就去 何风应道 郡主还有什么吩咐 清晨摇摇头 去吧 照我的话说便可 何风答应着去了 清晨起身坐到镜前 低头梳理着净垂至腰盘的长发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留这样长的头发 以前那么多年都是一头利落的极尖短发 宁闻清三个字 似乎已经随着一点点习惯的消失变成一场梦 在记忆中越来越遥远 偶尔记起却觉得陌生万分 发什么呆 突然耳边响起叶天灵的声音 清晨吃了一惊 抬头见镜中映出他的影子 青山磊落 虽一副嫌疑的模样 眼中却透着未退的锐利 回头笑道 敲眉生息的吓人一跳 叶天灵看了看桌上搁着的药皱眉道 都凉透了 怎么还不喝 清晨微笑道 忘了 叶天灵伸手将撒在他身盘的绣发里了一下 发丝自指尖划过 温凉柔顺 他俯身问道 找我有事 清晨低头思想了半课 道 四哥 你可是要严查严玺宫疫病之事了 叶天灵道 此事来得蹊跷 岂能不察 清晨叹了口气道 唉 你叫他们散了吧 我将事情原委说于你 叶天灵眼中微光一闪 正对上清晨清俊的目光 晨晨静静望过来 眼阴在浅淡的风华中 叫人心里一时看不透 你是说 你知道这疫症是如何入宫的 清晨点头 叶天灵伏金在一旁坐下 你说 清晨自那夜碧瑶去志远殿求自己说起 将当日情形一一说了给他 一次不满 无有疏漏 叶天灵一言不发 面色沉郁 谋底一道风铃深不可测 不怒而微 越听越是俊言 待清晨说完 冷冷道 这是诸九族的死罪 清晨安静地说道 紫园父亲早亡 一个兄长死在战场 还有个幼帝年前自行投了辽州军中 家中唯有一个哭得双目失明的老母 靠邻居照顾度日 丹琼父母双亡 九族之内也没几个人了 药猪也无非就是这些老少病弱 倒是凤家怕是要受我连累了 叶天灵没风促拢 你这是替他们求情 还是拿自己和凤家挡我 清晨淡淡一笑 不是求情 错了便是错了 你若是要罚也是应该的 叶天灵起身在窗前站了会儿 问道 你既然早就知道 为何此时才说 清晨坦然道 若是侥幸不查 或来查的是他人 我便设法替他们瞒下 但如今查的人是你 我何必要你劳失动众 费时费力 结果还是一样瞒不住 不如告以实情 叶天灵回头看他 你既不想求情 那是要和他们一起领罪了 清晨摇头 我不想领罪 这个罪不好领 欺君之罪 我领不起 领不起 叶天灵声音里有丝怒意 这么大胆的事都做下了 此时再说领不起 清晨松手 一缕丝缎般的发丝 落至脸庞 衬得脸色有些透明的白 如同眼底清水无痕 他扶着鸡案站起来 拢了拢披在身上的长衣 四哥 你先别生气 这事是我做得大胆了点 但事已至此 即便是杀寡了紫园 他们也是这样 紫园伺候太后多年 从未出过差错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此次私下出宫 无非阴着一片孝心 碧瑶丹琼姐妹 同我有患难之情 何况丹琼不过才是个 十三岁的孩子 我无非想多救条人命罢了 叶天灵见他脸上血色未复 裹在一袭白衣中的身子 若不禁风 心中反再增了几分痛意 但却不忍对他发作 只沉声道 还说不是求情 清晨微微笑道 那便算是求情吧 请四哥放他们一条生路 也算积了善德 太后自来心地仁慈 并不会过于怪罪 叶天灵虽然性子清冷 但不是无情之人 纵脑紫园他们无知惹祸 但真说以诸族赐死论处 便是清晨放得开 太后那里也难免伤心一番 心中早有了计较 只是见清晨做事实在大胆 在这宫中如此行错一步 便是白死的罪 要虎他收敛些 求我何用 这等事情谁瞒得住 清晨却早看出 他不会痛下狠手 去惩处几人 话中说得严苛 但紫园他们一条命 该是保住了 自怀中取出样东西 我刚刚倒想起件事 打开一张名单 是鸾飞临出宫前给他的 你看这张名单 内庭司总管周凤 是九王爷的人 宫里宫外 定是传了不少消息 若能让九王爷 施了这条臂膀 倒是塞翁失马 因之非福 叶天灵轩眉微扬 你倒跟我讨价还价起来 求情也不白求 清晨眉敌带着 私若有若无的笑 将名单重新折起 递给叶天灵 顺水推舟 何乐而不为 我看这几天 严席宫的事 或许是有人 传了什么东西进宫 沾染了异症也说不定 内庭司这疏漏可捅得不小 怕是要劳烦四哥好好查查了 叶天灵似是梅浆的名单 看在眼里 却只凝视着清晨 眼中有道明亮 微微一略 如今 我倒越发盼着 黄租母快些好起来了 嗯 清晨不想 他为何突然这样说 微觉奇怪 叶天灵深深注视他 认真说道 清晨 我要求黄租母再指一次婚 清晨文言愣住 却淡淡一笑 避开他清明中 魅力逼人的注视 这种事情 错过了一次 岂还会有第二次 叶天灵道 正因错了一次 才不能再错第二次 清晨摇头道 我现在在天地身边 此事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叶天灵文言 且先别管这个 此话便是你已答应我了 清晨先眉淡淡 我何时说过 叶天灵 牟底清淡一笼 忽而沉默 像是有丝微叹 自那沉默中落出 稍后方道 清晨 之前是我想差了些事 我心里想的 要的 做的 甚至我这个人 处处险境丛生 我一直在等一个 心甘情愿随我 也配得上 凌王妃这三个字的女人 知我意者如你 牵我心者如你 我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 只是不知 你可愿意 他向清晨伸出手 等着他 修长的手指 白皙而稳定 似是拨开了千万年的云雾 将此声拖在了他面前 邀他携手共渡 他不只是要和他走一段路 他要和他走这一声 清晨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这一步迈出去 就真的再也不能回头了 他在他清朗的眸中 微笑浅淡 滴滴往前走了一步 毫不犹豫地抬手 轻轻放在他手中 四哥 我的心意 难道 你还不明白 叶天灵几乎立刻握住了他的手 面上竟是不能抑制的狂喜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清晨揽在怀中 你现在是暂待休矣 我想过了 此时求皇祖母把你要回身边也不是难事 而后再讨止婚的旨意 清晨心中却不能避免地想到些事情 总有一日一切能够恢复正常的时候 他还会留在这里吗 这个他毕竟不是他 想到此处 悠悠问道 四哥 若是有一日我走了呢 叶天灵一愣道 去哪儿 清晨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或许会有一天 生老病死 聚散离别 你不怕吗 叶天灵淡淡道 想那些 不如有一天便真心过一天 清晨抬眸一笑 将自己埋在他身上干燥而清爽的气息中 必是有一天 我便陪在你身边一天 好吗 叶天灵伸手自他的眉眼间划过 你可知道 说了这句话 你便是我的女人 也是凌王府将来的王妃了 清晨笑道 听说凌王府规矩森严 上下都没个笑脸 这王妃岂不是闷死人了 叶天灵一笑道 这些日子笑得还不够多 凌王府是什么样子 带有了女主人 要看她自己的本事 清晨鸣嘴不语 只看着叶天灵越来越多的笑容 透心的一种甜美 融融的 蜜蜜的 直缠绵成一片心惊动摇 叫人透不过气来 叶天灵见他一手按着胸口 笑意连起 可是还疼 清晨摇头 只是胸口有些闷 叶天灵扶他坐下 你好好休息 此事我只有一句话 这两个宫女死罪虽眠 却绝不容再在严禧宫待着 清晨道 这我也知道 你把他们交给我吧 叶天灵皱眉道 说了不再劳神 清晨求道 四哥 就这一次 叶天灵想了想 终究答应了 待隔了一日 天色晚了 清晨摒退了身边的人 将紫园和碧瑶 叫到瑶春阁 两人一进门 合身跪倒在地 磕头道 敬祝龙恩 请受我们一拜 清晨伸手将他们拉起 这些都免了吧 之后行事 心里多有些分寸才好 这事便忘在心底 莫要再提 紫园仍是满面忧色道 四爷这几日盘问宫中个人 虽还未问到我们 但依四爷的手段 岂能瞒得过 早晚会追查下来的 清晨道 四爷那里 你们带左右无人时 带丹琼去请个罪 他心里早就明白 昨日没治你们的罪 以后也不会追究了 紫园和碧瑶对望了一眼 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 郡主 这 这是真的 四爷竟饶了我们 清晨笑了笑 四爷也不是铁石心肠 只是有一样 严禧宫 你们是不能待了 如此说 碧瑶倒还罢了 紫园却是在太后身边 服侍了多年 心底一酸 但戴罪之身 此时太后平安无恙 自己也能保住性命 已是万幸 还有什么说的 清晨道 我给你们几个去处 你们看看自己可愿意 碧瑶说道 自相识以来 郡主仅次救我们姐妹 我姐妹的性命 早就是郡主的了 但凡是郡主吩咐 碧瑶莫敢不从 清晨道 那你可愿随在我身边 碧瑶喜出望外 能伺候郡主 是我的福气 岂会不愿 清晨点点头 好 至于丹琼 她看看碧瑶有些紧张的脸 微微一笑 松玉台那里 先前便要个外面伺候的侍女 我送她去那儿 如何 碧瑶愣了愣 原想丹琼即便不出宫 也会送去做杂役的低处 谁想竟是如此出路 松玉台虽偏静了些 但毕竟在太子身边 怎么也委屈不着 忙道 我替她多谢郡主 清晨道 既然如此 那便这样了 你先下去好生照看丹琼吧 碧瑶答应着去了 清晨静默了半赏 宁神望紫园 红朱盈盈照得紫园一脸暖色 亦增添了几分娇美之情 细看下去 也是个端秀的美人披子 紫园见清晨望着自己不说话 以为她为难 也不敢多言 只低眉顺目地站在那里 却说碧瑶这些日子和紫园患难已共 毕竟今后许多 回了房等她两久不见回来 一到屋外看了几次 只过了快一个时辰 方见紫园低头慢慢走来 急忙上前拉住问 郡主怎么说 紫园脸上幽喜难辨 看起来倒是平静 轻声说道 待太后大好了 郡主会启禀她老人家 指我去九王爷身边 做她的侍妾 碧瑶猛地一愣 九王爷 紫园神色中似是有份坚毅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 带着些许温柔的笃定 点头道 我此次犯的错 白死莫熟 承郡主大恩 无意回报 便是粉身碎骨 也情愿 请继继续收听 最玲珑第五十七集 郭云开悟见月明